花莲民众度过了惊恐的一天 在深夜的12点15分 先是发生了规模5点4的浅层地震 那么之后呢 陆陆续续天摇地晃 到今天下午5点钟为止呢 总计地震是70次 其中有感地震有37次 正因为太频繁了 大家都在问到底怎么了 民宿天花板的吊灯摇摇晃晃 这是15号凌晨的花莲地震 造成的摆动监视器转到户外停车场 也是晃个不停 甚至把树叶雨滴都震落 可以想象当时的震度有多大 回想起来还惊恐未定 其实凌晨地震发生时 已经有十几名路客 背着大包小包讨难 站在大马路 全是因为地震 晃得实在太厉害 床子垫起来的感觉 看看这个没人出来 但是我们又不放心 想想还是剩下来再出发 睡觉睡到一半被摇醒 冲出饭店 因为这地震真的很不寻腔 从凌晨12点15分开始 就发生规模5.4的花莲海域地震 过4分钟又发生规模4.3的雨震 3点半又再来一次规模4.9 雨震不断 统计到下午5点前17个小时内 总共71次地震 就有37次是有感地震 第一次主震阵度最大 花莲县机器有6级 光复5级 寿风4级 花莲市3级 都是属于浅层地震 规模以上的地震 后续会又引发出一连串 比较小规模的雨震 这个现象是很常见 连续71次地震 37次有感地震 网路上更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网友说真的太可怕了 更有网友说 是不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民众被吓到不敢睡 却有人到海边发现意外收获 地牛大翻身 隔地都传出捡到地震鱼 就有这么巧 清晨又有钓客 在花莲立物溪出海口 发现一尾6米长的地震鱼 在海滩奄言一息 直呼真的太巧合 虽然气象局解释 是板块移动的能量释放 要民众不用国度担心 但是这几天全台地震整不停 又碰上花莲连续70多次的地震 难免会心里毛毛 毕竟大家真的被整怕了 中天新闻花莲总和报道